中台苏迪勒席台一家七口险遭土石活埋 中台苏迪勒发威重创北台湾 新店新乌路土石摊崩 一名82岁王姓老翁惨遭冲走溺斃 三峡竹轮路黄色泥水滚滚而下 变成瀑布冲毁民宅 一对父子逃避不及遭冲走下落不明 家属在活动中心焦急等待消息 但传出灾情的还有这里 当时一家七口准备下山避难 却在半路遭土石野蛮 还好消防队赶到江人全部救出来 另外在三峡大哺路 马路遍河道水深急腰 救难队立刻拉绳索救出受困民众 而在台北市大同区 更有两层楼民宅倒塌 四人受困 索性没有大碍 苏迪勒来势汹汹 十七级阵风夹带豪大鱼 阴架铁皮屋顶通通被吹着跑 甚至 因为我们在台北市大同区的汽车 在台北市大同区的汽车 上海河的汽车 9钟 目前为止 9钟 只能够 10分钟 2分钟 3分钟 5分钟 1分钟 3分钟 3分钟 在這裡 我好 不要看 他怎麼真的在跳耶 這樣我來啊 我看 蘇迪勒離台各地滿目瘡移 重建之路才正要開始 董新聞綜合報導 蘋果目擊100位爆料同名 每月獨家爆料兩則以上 照片或影片 如採用當月就發兩萬元獎金 爆料拿獎一舉數得 照片一千影片兩千元 每週點閱數最高再送獎金五萬元 全民監督社會從爆料做起 爆料請打電話或用APP電郵等各種方式